欢迎收看《宋历史的救生圈》第14607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 世人称这四位 欢迎收看《宋历史的救生圈》第14607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 世人称这四位女子是沉于落雁、碧月秀花 不仅男人见了行生爱慕 而且女人见了也会行生好感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西施同一时期 有一位美女比西施还漂亮 如果她也被选入四大美女 那杨玉环就没有位置了 此人是谁呢 她就是正大 正大与西施都出生于越国驻罗村 是一对要好的闺蜜 她因为生得漂亮 所以村里好多女孩都不愿跟她一起玩 正大听说西施也长得好看 所以便主动找上门 去与西施做好朋友 当时西施常常自卑 正大便四处宣扬西施的美貌 鼓励她自信起来 西施说自己脚大 正大便替西施做了裙子 西施说自己联想 正大便让她去照湖水 说湖里的鱼 是因为看到她的美 发现自己联想而逃走了 西施说自己眼睛小 正大又让她去照湖水 告诉她人的眼睛就如同鱼 鱼不是身体长就好看 眼睛也不是大就好看 后来西施克服自卑 终于与正大成为了朋友 后来勾建从吴国被放回 为了报仇学恨 让范黎寻找美人实施间谍计划 范黎在民间寻找了八位美女进行训练 其中就有正大和西施 正大容貌堪比西施 又精通武技 所以很快便从八人中脱颖而出 后来勾建将正大和西施 一起献给吴王为妃 让他们蛊惑夫差 离间吴国君臣 正大和西施不如使命 很快便将吴王宫中的其他妃子排挤出去 后来吴王将西施安置在古苏台 将正大收入武宫 按理说 这两人背景相同 任务相同 才艺相同 为了完成越国的使命 应该精诚合作 但后宫中其他女人被排挤出去后 他们也开始了内斗 西施虽然之前有些自卑 但经过专业的间谍训练后 已经变了一个人 当他发现正大在做任务的过程中 渐渐对夫差产生感情后 便决定让吴王远离正大 而且正大的容貌在自己之上 一旦吴王也爱上正大 那任务将很难完成 在西施的劝说之下 吴王渐渐的远离正大 对他的宠幸也少了很多 正大有苦难言 也无法说出西施和自己的真实身份 今年九月的抑郁 让正大一病不起 很快便降消御运 正大死后 夫差将他葬于黄毛山 而因为越国灭无石 间谍只剩下了西施一个人 所以人们便将功劳 都算在了西施的身上 同样为越国付出的正大 接下来就会给你五十三个人 接下来就会给你五十三个人